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官场公敌王岐山》,作者是莫一潭,该书由领袖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第十章,十八大争角,传闻满天飞,的部分内容,特立独行,被寄予厚望。 众所周知,朱镕基担任总理之后,培养了大批财经界人才。 东方日报解读说,作为心腹亲信的王岐山,接受了朱镕基的原套人马,现任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四大国有银行的主管,绝大部分由他一手提拔重用,其他人根本无法插手。 如果王岐山出任常务副总理,相当于把持了半个国务院,李克强这个总理将徒有虚名。 有评论强调,敢想敢说敢做,是王岐山的作风。 即使出席重要会议他都会冒险脱稿讲话。 2008年,他在美国出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他对着800名宾客说,中国开放的太大了,我担心华尔街那帮人太会赚钱了,把我的钱都赚跑了。 他更笑称,如果有嘉宾想到北京看奥运,默票的可以找他,让宾客当场笑翻,掌声不断。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更借假酒问题严重的贵州茅台开玩笑。 他对茅台董事长季克良说,作为茅台的董事长,你应该跟记者们说,茅台要跟假冒伪劣斗争,但假酒墨传闻的那么多,我不说了,再说,我就替你答记者问题了。 这一饮满堂大笑。 有分析称, 性格独立的王岐山,十八大期间没有如其他领导那样打红色领带,而是他喜欢的粉蓝色。 有分析称,王岐将接任中纪委书记,专门调查官员违反党纪的行为,打击贪腐等行为,被公认是容易得罪人的职位。 大部分未官者都对中纪委官员没有好感。 外界预测,王岐山上任或将强势反腐,开辟中共反腐的新格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中国腐败形势日益升级,金融,证券领域,承贪腐重灾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深谙金融规律和中国现实,金融领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戏。 高层政治博异的结果 一名北京学者表示,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以及习近平与媒体见面时的讲话都提到反腐可看出,中共已意识到贪腐的严重性。 王岐山排名往前推进,至少是愿意做个样子,也像个样子的宣誓。 但中共要反腐,当然不能光靠挪动中纪委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排名,如果光说不练,把中纪委排到第一也没用。 还有分析指出,王岐山没有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直是高层政治博弈的结果,其实让他出任中纪委书记也属奇招显招。 或许高层认为,腐败日益严重,需要有解决问题的高手出掌中纪委才能力挽狂澜,扶中共于祭祷,而王岐山无疑是合适人选。 香港《太阳报》指出,内地官员腐败已到了十关九贪,并入高荒的地步,连薄熙来,陈良宇这样身居政治局高位,以及类似王立军这样荣誉等身的公安英雄也涉及贪污腐败。 近年来,冒出不少裸官,将财产子女送出国,自己在国内做官瓜地皮,以及各种道德败坏的银官色官,令执政当局在百姓心目中的声望极措。 反腐挽人心,成为救党护国的头等大势,王岐山凭借过去勇于认识的救火队长形象出任中纪委书记,可谓任重道远。 中共反腐要取得成就,关键要对中纪委进行改革,建立一套反腐反腐的制度,使官员真正做到不敢辅,不想辅,不能辅,而不是将反腐当作倾诉政敌的手段。 事实上,中纪委本身已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一些反贪官员齐身不正,通过反腐敛财已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省部级官员的重大案件,经办人员上下其手,对贪官及其亲属敲诈勒索。 往往一个专案办下来,很多经办人员已成为千万富翁。 在这样的体制下,要想彻底根治腐败根本是鱼虎谋皮。 王岐山上任之后,如果能在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事、裸官处理等,势必很快获得民众的掌声, 他本人也将在中共党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中纪委是习近平的安排 王岐山主长中纪委一度成为十八大后舆论热议的话题, 其中不少人认为让懂经济的王岐山去给腐败官员摘帽子, 显然是大财小用和用错了人。 不过,据北京消息来源透露, 安排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完全是习近平的安排, 习认为能担此重任的非王岐山莫属。 值得关注的是,十八大后,习近平已在公开场合数次谈到反腐败, 甚至料狠话,我们必须警觉,警告腐败将侵蚀党和国家。 不过,《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指出, 中共领导人谈腐败听起来似乎仅仅是党纪失败。 习近平有关反腐的那些警告,就只能是空谈。 该报所指的就是,十一月十七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 有关反腐问题的讲话。 习近平当时表示,务必先辅,而后重生。 他称事实证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华尤的社论认为,习近平就这一威胁说得对。 腐败在中国政府、商业和社会普遍存在,并且随着中国快速经济增长,愈发猖獗。 但是,习近平任内就阻止腐败不会有所作为,其中缘由并不难找。 中国看似拥有法院、律师和审判的法律体系,但是尚有待形成真正的法治。 法治的定义就是,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是在当今中国,党则高高在上,超越法律。 中共经常利用法律,惩罚那些,挑战其权力垄断,专制,的人。 该报引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共尊贵的地位。 第一是薄熙来的倒台。 薄是中共精英当中的崛起之心。 结果被发现,他的妻子,牵涉谋杀英国商人这一丑闻。 薄熙来滥权被曝光后,更是令许多中国人震惊,凸显出中共体制的运作方式,使位高权重之人更富足并得到保护。 薄这样的人,失足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 习近平在他11月17日的演讲中,似乎也承认到这一点。 他说,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希望反腐达成默契。 第二个例子,就是,纽约时报所披露的温家宝总理家属在商界脸具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即便温家宝自己在讲话中恳求党内官员家属不要利用权力质变谋私利。 华游社论还称,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媒体可以自由揭露不法行为,不受束缚。 而在当今中国,尽管可以发现一些揭秘新闻,但都已受到当局的制裁,以便他们在毒奶粉之类的丑闻中操纵社会的愤怒。 当局也设立的记者报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其中也包括,让一些最高官员就此负责。 当温家财富故事被曝光后,中共当局迅速在网络对此进行审查。 这似乎对我们必须警觉这样的口号,似乎也有所限制。 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就是一次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试验。 这种试验,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最终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引擎。 其中动力还芳心未爱。 但是缺乏法治则是深层次缺陷,会削弱中国进步之支柱。 只要这种情况不变,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层有关反腐的那些警告,就只能是空谈。 但据北京消息来源透露,在王岐山走马上任后, 在反腐部署上已与习近平达成默契,随后便有十几位高官相继落马。 此外,习近平在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召开的会议,再次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 也与王岐山下一步反腐部署完全一致。 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说, 反腐工作须即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强调,打击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把权力关禁制度的笼子里,并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习近平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言论, 令媒体纷纷猜测哪些大老虎会成为王岐山棒打的对象, 是腐败传闻甚多的周永康,还是不得人心的温家宝。 从目前的中共局势看, 先打哪个大老虎,或许只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心里最清楚。